好 接著我們來關心今天的天氣了 這兩天好不容易回溫了 比起上個禮拜的冷氣團 大家都覺得真的是溫暖不少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衛星雲土 現在臺灣上方可以看到 幾乎是沒有什麼水氣的狀況 那除了剛剛講到的 不只是氣溫回升 而且全臺幾乎都是比較乾的 但是這樣子的好天氣 必須要好好把握了 因為接下來的天氣即將要有變化 我們今天的天氣溫度最高 很有可能會來到二十七度 而中南部三十到三十二度 整個還會感覺有點熱 但我們來看一下地面天氣圖了 接下來會有一道封面 直接壓到北臺灣的上空 我們看到其實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封面就會逐漸的南下 包含在北部 東北部 還有東部一帶的降雨機率 都會來提高了 但是其實這一波的封面強度有限 所以影響的天氣的時間不會太長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封面影響的 大概就是星期一跟星期二了 好 星期一跟星期二 我們剛剛一直講到的就是非常重要 臺灣的重大宗教盛事 白沙屯 媽祖要來進香 十八號 十九號 關鍵禮拜一跟禮拜二 剛剛講到冷空氣南下會有水氣 大概就是在北臺灣的地方 但是我們看到中部這邊可能要行腳的地方 其實都是比較乾的 但是接下來很有可能這波水氣 禮拜二的上午會再增強一點 但是這個北臺灣跟宜蘭還是會下雨的 零星降雨 可是剛剛講到臺中 彰化跟苗栗這邊雨勢是幾乎看不見的 所以其實要去的這個香客 不用擔心下雨的問題 但是這個日夜溫差非常的大 所以還是要來注意保暖了 一整週的天氣 我們都會持續為您來掌握